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怜呐 先生说什么可怜 本是一张船室好情 偏偏落在你手里 着实可怜 心不在焉怎么谈得好情 过来吃一盏茶 用些点心 桃片糕 御膳房送来的 不喜欢吗 我其实不爱吃甜腻的 宝英家的厨子是渔航人 在京中也是出了名的 他们家的桃片糕都太过甜腻 这御膳房的手艺想来也差不多 反正都不如当年你的 你倒是 都还记得 抓兔子回来的是你 现在舍不得吃的也是你 我都说了 我可以再去打个别的回来 你能确定你打别的回来 就舍得吃吗 上个惊寒地遇到山匪 这都什么命啊 早知道我就不跟你一起跑 跟大家跑算了不说 还跑进这荒山里 现在迷了路出也出不去 又没吃的又没喝的 吃饭 吃这个吧 姚姑娘若是因为张某退婚之时 心中不快 张某在此 向姑娘赔罪 只是从头到尾 张某从未想过 要与姑娘成婚 一切皆是因姚大人 一片全权爱女之心 强要与张某殿下婚事 事已至此 还请姑娘莫要再生误会 更不要口出恶意 攀扯无辜之人 程哲 你怎么如此待我 告辞 姚姑娘 玉品还未修复好 哦 好了 人也见过了 你也该死心了 莫在这里哭惹人笑话 来 张大人 张大人与姚家退婚 当真想明白了 姜姑娘也是想劝我吗 我有何立场干涉大人之事呢 只要大人自己不会后悔 这条巷子 是京中泛夫走足所居之处 张某出上京之时 只在此处另立一间宅子 与母亲同住 直到张某在刑部破了四十二桩案子后 才治了如今这个院子 张大人情勉有家 又及夫才干 若是因为出身而拒绝婚事 不是出身 京中世家的 宴饮 游乐 结交 联姻 张某是一件也不喜欢 倘若同姚姑娘成今 来日定是相看两宴 又何苦害人害己 那 若有一个女子 她也不喜欢这些 只是与张大人知取相同 也不行吗 或许 可以 只是在下同姚姑娘之事 与江姑娘无关 不必挂怀 听色不早了 江姑娘请回吧 路上 注意安全 张哲 这一次我不当皇后 当个好人 是否 可与你 不如小心点儿啊 大人 您回来了 一条新鲜的鱼 还买了几斤糯米 和一斤核桃仁 可以试着做桃片糕 先生 今早的诗经课您听说了吗 我那位好姐姐 一下答对了二十几道题 那夫子是赞不绝口 您没瞧见薛叔那脸 拉那么长 还非得挤出笑容来恭贺 太好笑了 凌儿 是不是最近我对你太过于纵容 这些话 是你该当着我的面说的吗 这太随意不行 太怕先生也不行 学生可太难当了 午膳用过了吗 这都什么时辰了 自然用过了 点心呢 也用过了 你不是不爱吃功力的点心吗 今日正好赶上咸的 就吃了几口 怎么 学情不能用点心啊 又是桃片糕 蜂蜜做的 不太甜 我不爱吃 好吃 唯有清香毫不甜腻 很有当年的味道 先生 在哪买的 宫里备的而已 厨子做的 你若喜欢 可以全部拿去 那就多谢先生 其实还有一事 也要多谢先生 何事 当年上京之时 先生同旁人一样 换我姜儿姑娘 可身陷险境不久后 先生好像就不叫我姜儿 改叫宁儿了 我从前没注意 如今回想 才明白了先生的用意 一个简单的称呼而已 难有什么用意 江雪宁 江雪慧 江是一族的姓氏 雪是排序的自卑 唯有这个宁字 是属于我自己 将我与他人区分的 先生是看出 我与家人的心结 才如此惯悟 好让我心里舒服些 是吗 我们一起吃 了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